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饿肌 我吃不下 咋了 怎么吃啊 没事 车 咋了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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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了 你吐了呢 车 车 车 怎么突然见了呢 刚才不让好好的吗 喂 走先进去 让你凉 快坐 车 这个月你来的家了吗 我心里那壶咋没看见呢 没有 没有 有啊 那 那我感冒的时候 我吃了好多感冒药的 对啊 感冒 没事啊 那什么时候啊 没事没事 哎 杨萍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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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车票先别买了啊 那等那个娟 检查结果出来 你再买 她要真怀着我还真不走了 我得刺我她生下来 不是 那那家里那房子没人看 那怎么行呢 对 那总得有个轻重缓急嘛 那房重要还有孙子重要 是不是 那家里有啥呀 那那怎么没啥呀 我那花儿嫂子 那狗儿猫里不是东西啊 那可真能整齐啊 你要着急 那你先回去吧 好 好 我师傅走了 我咱是伺候娟儿 我孙女没人伺候可不行 娟儿上班那么忙 我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自怀孕头几个月 反应可厉害了 没人伺候 那你俩能跟上吗 不不不不 那个 伤了伤了 突发失见 那什么来 来杯热水 我给你拨点吧 我给你拨点吧 够吗 是 她怎么这样啊 还要祝你 你还让不让我活呀 不行 明天我把孩子就打掉 说什么呢你 什么都没确定 你等明天确定了再说 还不确定啊 肯定没得跑了 我早就该想到的 就是平时跟你妈欧气 把这么重要的事情都欧忘了 李亚萍你是不是故意的 你是不是故意 跟你爸妈合伙的 你故意不带套的 你太讨厌了你 这事我能是故意的 我还能跟他们合伙 那天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 咱俩在书房 套着在卧室 那种情绪 谁能停下来啊 屁话 你就是太自私 你就雇你自己一时耍 你不雇别人 烦死了怎么办啊 我一点准备都没有的 人家说孕妇要补这个补那个 我什么都没补 生个孩子变六指啊 月头感冒吃了那么多药 你烦死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有你这样的吗 孩子还没生呢 自己自己就在那皱 我给你声明啊 第一 我当时绝对不是故意的 第二 虽然肿是我剥的 但肚子是你自己的 决定全在你 你要想要就要 你如果不想要 我绝对不会勉强你 父母那边工作我去做 我就知道你压根不想要这个孩子 我怎么 怎么能我是不想要呢 你听我说 我是 这没思想准备 但如果说咱有了 你又想要的话 我肯定是非常高兴的 那你到底怎么想的 你要是不想要 反正我也无所谓的 那我就去做调了 是你 你是怎么想的 我不是不想要 我主要是担心这个孩子 不是计划来的 我怕对孩子不好 听我说 很多事情 他计划干不上变化 比如咱这生的孩子吧 机缘巧合他就有了 真的 我真的挺高兴的 你想 我就会想 这孩子 他是男孩呢 还是女孩呢 像你呢 还是像我呢 单眼皮 双眼皮 真的 我就会琢磨这些事情 那这么长 这么长 如果你还不放心的话 咱等明天到医院之后 如果说医生觉得行能要 那咱们就要 好吧 只能这样了 不过什么漂亮啊美丽啊 我是不指望了 只要我儿子健康就好 俊儿 你瞧你 什么呀 老那么悲观 你瞧你 你懂什么呀 这是当妈的心 当妈的心 行行行 不过不管我划没划伤 你妈必须要走的 要不然我会疯掉的 你瞧你瞧你瞧你 你又不懂妈的心了吧 妈那是心疼你想照顾你 你想照顾你 你想妈在咱俩能省多少事呢 妈 我不要她照顾 我自己有妈 她在这里我不自在的 本来怀孕我就反应大老恶心的 她在这儿别老给我添堵 听见没有 就要是这样 我跟我妈去说 我让她对你好 不惹你生气好吗 但撵她的话 我绝对说不说口啊 她就我这么一个儿子 这以后肯定跟我过 与其说这以后磨合 还不如现在一次摆平呢 炖刀子拉肉 她越拉越疼 李耀平 你疯掉了 你追我的时候怎么说的呀 你说你爸妈跟你姐姐过的 你现在反悔 你小样的 怎么着吧 过去是过去 现在是现在 你现在嫁给我了 你就得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你怎么打 你打 你打你的随我 我不打你 我打她 那去跟你妈说听见没有 我说我说一定说 我求她 我让她对娟儿宝宝 一定好好的